战火肆虐 人民饥饿 痛哭 这是不少人对非洲的印象 14年前却有台湾纺织厂 毅然决然踏入肯雅设厂 很多年前我们有一批货在非洲加工 接到代工厂老板电话 跟我们说对不起 下个月薪水发不出来了 两条路 第一条路一拍两散 第二条路你钱会过来 我把厂卖给你 起初只是误打误撞 如今却翻身年营收近200亿台币 连爱迪达 ZARA HMM都是主力客户 洪光华说身为中小企业 要比便宜比不过人 但比智慧就是台湾人的本钱 人类趋势的判断 色彩流行的判断 跟大家对于喜好与流行的状况的服务 我比你更了解你的客人 现在是2017年 我们2019年的流行趋势都在做了 其实像这样的中小企业 全台有140万家 占了全国企业的97% 而隐形冠军还有他 颓废小生经过巧手 一秒变欧巴 减法龙头超过200家分店 每间店的年营收都超过100万 但在台湾打拼开一家理发店 少说300万难度可不小 一家店如果300万30家店 一年大概就要一亿的资金 最大的辛苦就是资金上的问题 那时候股东都会很多的不高兴 为什么看到好的利润 又看不到这个尽力 不说大话 默默耕耘就是台湾中小企业的特性 谈开数据 台湾中小企业对GDP贡献度达到73% 远高于大陆的60% 及新加坡的50% 尽全力发挥价值 台湾中小企业也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中坚实力 东森财经新闻 六志刘子腾台北采访报导